安保一世抬头 局势同样是反映在了消费市场上 越来越多碳中和产品逐渐涌现 不过到底什么是碳中和产品呢 我们先带大家看到一个公式 其实所谓的碳中和产品 就是透过自我减量加上外部抵换 这个自我减量指的是 商品在生成的整个阶段当中 减少碳排放量 那外部抵消则是指当 自我的减少过后 剩下的排放量可以再进行碳抵消 借此达到碳中和的结果 不过这边我们提到这个碳抵消 其实它就跟碳权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可能也会衍生出 像是漂绿以及绿色溢价的疑虑 我们这边直接带你看到一个例子 以笔记型电脑为例 传统的笔电价格平均是落在 3.6万元左右 但是碳中和的笔电价格大约是 4.1万元 等于是碳中和笔电相较于传统笔电 当中就存在了5000元的绿色溢价 虽然对企业来说呢 确实可能要将产品做到碳中和 需要支付一些其他的成本 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些企业 会反而利用这个绿色的名义 借此恶意的提高产品价格 这个就是民众所担心的 那现在绿色产品其实越来越多了 消费者可能很难判断产品到底是真的 环保还是只是漂绿 所以欧盟是也出手了 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在缺乏工县力的环境 数据证明情况之下 任何产品都不可以使用 像是环境友善天然等字眼 来强调自己是一个环保的碳中和类型产品 再来我们还是要讲到碳权 其实碳底销跟碳权的关系 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企业应该要优先着重于 减少自身的碳牌 如果只是盲目购买碳权 其实就等于是在漂绿的行为 那另外其实目前的国际碳权品质 还是处在一个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部分碳权到底可不可以发挥到 实质的减碳效益 是必须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那这也代表其实碳权市场 在透明度以及监管上 都还需要去进一步的加强 最后我们回到消费面上 这边其实可以看到 即使今天企业是推出了碳中和的产品 但是业者还是要思考 怎么样说服消费者 让他们从一般的日常消费 转向这种绿色的商品或是服务 如果今天做不到 其实花再多的努力 做到碳中和的产品 但是没有被接受 本来会削弱企业在市场上的紧着力 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参考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